跳槽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我们会发现身边总有一些平凡跳槽的人 他们总是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 跳槽跳成了跳蚤 其实不断地变换环境或工作 并不能从实质上改变我们的境遇 猫头鹰急促而忙碌地在树林里飞着 他告诉一旁好奇的班纠 在这个树林里我实在住不下去了 这里的人都讨厌我的叫声 我要搬家 班纠带着同情的口气说 你唱歌的声音实在过躁 令人不敢恭维 尤其在晚上更是扰人清梦 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你 其实你只要把声音改变一下 或者在晚上闭上嘴巴 不要唱歌 在这树林里你还是可以住下来的 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叫声 或夜晚唱歌的习惯 即使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里的人照样还是会讨厌你的 对自己遇到的问题 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而不能像猫头鹰那样回避矛盾 只有改变不良的现状 才能得到别人的青睐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更换工作的时候 但换工作之前 必须考虑到这种转换 是在整个人生规划的范围内做出了的调整 而不是盲目的跳槽 平凡的更换工作就好比一个人在积极的开垢土地 地刚更出来还没有播种 他就放弃了 周而复时 他总等不到丰收的时候 而下一份工作会更好 在很多情况下只是美好的愿望 年轻人想要找一个事与施展才华 使自己有所发展的工作单位和环境 这本无可厚非 但没有明确目的的就胡乱的跳来跳去 只会在今后的职场生涯中增加更多的阻碍 进入一家公司 从熟悉业务 环境 规章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理解企业理念和文化 到磨练出独当一面的才干 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真正的进入角色 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学习和提高 就另攀高枝 不但给公司造成损失 也浪费了自己的青春 更重要的是 一个频繁跳槽的人 在经历了多次跳槽后 会不自觉地养成一种习惯 工作中遇到困难了 想跳 人际关系紧张了 想跳 看见更挣钱的工作时 也想跳 有时莫名其妙地就想跳 慢慢的 这种感觉就使人不敢面对现实 世界上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 只有两种动物 一是熊鹰 还有一种是蜗牛 有天赋的人就像熊鹰 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 而蜗牛只能是爬上去 从底下爬到上面 可能要一个月 两个月 甚至一年 两年 但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 他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收获的成就跟熊鹰是一模一样的 很多年前 有一批大学生被分进了一家集体企业 但不久之后 企业濒临倒闭 许多人纷纷跳槽而去 唯有一名大学生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 拿着微薄的薪水 但他没有抱怨 工作 尽职尽责 勤勤恳恳 后来 企业发展壮大起来 拥有了上亿元资产 数百名员工 而他成了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作为年轻人 要懂得这样一个道理 要成功 就要敬业爱岗 将一口井蛙身 实实在在地埋头苦干 才能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人生的曲线 是曲折向上的 偶尔会遇到低谷 但大趋势 终归是向上的 而不像脉冲波一样 每每回到起点 如今社会上 有不少面试者 三十多岁了 有着四五份工作经历 然而每次多择三年 少择一年 就又回到了起点 从一个初级职位开始干起 拿着初级的薪水 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一起竞争 这种日子 不觉得辛苦吗 努力学会适应环境 改变环境 正是年轻人 生活的一部分 害怕和拒绝 这种锻炼 其实是丢了西瓜 成绩是做出来的 不是跳出来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忠诚于自己的企业 一心一意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只有这样 才能做出非凡的成绩 忠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狼族的可贵品质就是他们的忠诚 对家庭的忠诚 正是这种忠诚 使狼族个体之间相互信任 从而形成一股巨大的凝聚力 使之无往而不胜 忠诚同样是人类难以可贵的一种美德 公司老板们希望自己的员工有很多优秀的品质 但最重要的是 对公司的忠诚 肯为公司奉献 许多老板都翘首以盼地等待着这样的员工出现 在这样一个竞争的时代 谋求个人利益 自我实现是天经地义的 但遗憾的是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个体解放 自我实现与忠诚和敬业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许多年轻人以玩事不公的姿态对待工作 他们频繁跳槽 觉得自己工作是在出卖劳动力 他们藐视敬业精神 嘲讽忠诚 将其视为老板盘剥愚弄下属的手段 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工作 不过是迫于生计的需要 对于老板而言 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职员的敬业和服从 对于员工来说 需要的是丰厚的物质报酬和精神上的成就感 从表面上 彼此之间存在着对立性 但是在更高的层面 两者又是和谐统一的 公司需要忠诚和有能力的员工 业务才能进行 员工必须依赖公司的业务平台 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了自己的利益 每个老板只保留那些最佳的职员 同样 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每个员工都应该意识到 自己与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 并且全力以赴努力去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老板的信任 才能在自己独自创业时保持敬业的精神 许多公司在招聘员工时除了能力以外 个人品行是最重要的评估标准 没有品行的人不能用 也不值得培养 因为如果你为一个人工作 真诚的负责任的为他干 如果他付给你薪水 让你得以温饱 为他工作 称赞他 感激他 支持他的立场 和他所代表的机构站在一起 也许你的老板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 不能理解你的真诚 不珍惜你的忠心 那么也不要因此产生抵触情绪 将自己与公司和老板对立起来 不要太在意老板对你的评价 他们也是有缺陷的普通人 也可能因为太主观 而无法遵你做出客观的判断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应该学会自我肯定 只要你接近所能 做到问心无愧 你的能力一定会提高 你的经验一定会丰富起来 你的心胸一定会变得更加开阔 老板是靠不住的 这种说法也许并非没有道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老板和员工从本质上就是对立的 情感需要依靠理智才能保持稳定 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也只有建立在一种制度上 才能和谐和统一 在一个管理制度健全的企业中 所有升迁都是凭借个人努力得来的 想摧毁一个组织的士气 最好的方式就是制造 只有玩手段才能获得晋升的工作气氛 要管理完善公司的升迁渠道通常 就要让有实力的人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只有这样员工才会觉得自己是公司的主人 才会觉得自己与公司完全是一体的 因此员工和老板是否对立 既取决于员工的心态 也取决于老板的做法 聪明的老板会给员工公平的待遇 而员工也会以自己的忠诚来予以回报 现在许多年轻人 抱怨公司给员工的薪水太低 但他们没有注意到 有些人并没有太超群的工作能力 但他们可以拿到高的薪水 而且他们会经常受到其他公司的邀请 其他公司为他们开出更高的薪水 为什么他们这么受欢迎 因为他们忠诚 对老板忠诚 对公司忠诚 对团队忠诚 即使他们受到其他公司的邀请 那里有优厚的待遇 有宽松的工作条件 但他们的老板却丝毫不担心 因为老板相信他们的忠诚 相信他们不会为了多拿一点点薪水 就放弃现在的事业 所有的这些都是对他们忠诚的回报和奖赏 忠诚需要感情和行动的付出 这些付出在一些普通人的眼里 可能是很愚蠢的行为 但最终他们会发现 如果你是忠诚的 你就会成功 这句话千真万确 忠诚的付出就是奉献 奉献不仅仅是对工作应有的付出 而且是要从心底里热爱自己的工作 并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 忠诚与奉献并不是用嘴说的 他需要你付诸行动 在公司和团队发展顺利时 踏踏实实的工作就是忠诚 在公司和团队的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时 无怨无悔就是奉献 牧师法兰克格兰曾经说过 如果你忠识与他人 有可能会受到欺骗 但如果你忠识不足 就会活得十分痛苦 任何人都是有感情的 包括你的上司和老板 你对公司和团队所做的一切 他们都会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他们并不糊涂 他们明白 自己的团队中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员工 对于那些虽然很有才华 但并不可靠的人 他们是绝对不敢重用的 因为那样 他们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老板们更愿意重用那些忠实可靠的人 忠诚打造卓业的团队 一个团队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就取决于他拥有什么样的员工 没有忠诚的员工 就不可能做出出色的成绩 相反 当一个团队已经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和文化 那么就会对团队成员在无形中产生一种督促作用 使团队成员做得比原来更出色 同时也使后来者有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和平台 在一个团队中 所有的活动都要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展开 但团队的各个部门 甚至每一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 他们都有自己的目标和任务都要独当一面 足球队的状况和企业团队的状况很相似 在足球场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都有自己明确的任务 或进攻或防守 后卫不能随便挤站前锋的位置 后腰不能跑到左前锋的活动区域 尤其是守门员更是不能善离职守 每个位置的队员都要严格遵守主教练的战术安排 协同作战 互相配合 并给予同伴充分的信任 当球被攻到本方进去时 将球踢得远离自己球门的位置 是守门员和后卫的职责 而其他的队员也有义务去帮助后卫和守门员 将球踢出危险地带 将球踢到对方的门里 就是前锋和其他进攻队员的职责 而后卫们也可以适当插上进攻 但前提是不能让对方的前锋 趁这个机会偷袭得手 在一个球队中 最重要的就是队员之间的团结 信任 忠诚 虽然有的球队中 大牌球星云集 但他们往往不能取得好的成绩 而往往那些没有什么大牌球星 队员实力并不突出的球队 却能让人们眼前一亮 大牌球星有的自视甚高 认为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战胜对方 所以他们不重视团队合作 不遵守主教练的战略安排 而这样的球队就会被团队的球队所打败 企业就是团队 公司就是团队 我们所谈论的团队 虽然与足球队形势不一样 但他们确实是团队 都需要团结 都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相互的配合 忠诚和奉献 一个团队 有完整而长眼的战略规划和发展方向 而团队的各个部分 各个成员都要围绕这个整体的战略和发展方向 相互配合 并在需要时做出某些个人利益上的牺牲 每个成员都要对团队忠诚 为团队做出贡献 这样的团队的力量是强大的 是不可战胜的 众所周知 微软公司是数以计百的职员成为了百万富翁 但鲜为人知的是 他们中许多人在成为富翁后 却仍然继续留在微软工作 这在那中我热中了大奖 首先就向领导辞职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 的确 大多数人认为 发财就等于取得了辞职的资格证书 但是微软公司的百万服务们并不这么认为 如果你知道了微软公司的工作条件并非舒适安逸 你就会觉得雇员们的这种现身精神却是难以可贵的 在这里一周工作六十个小时是尝试 在主要产品推出前几周 每周的工作时数还会过百 微软公司也并非以高额津贴出名 相反 他却以吝啬著称 多年来 比尔盖兹因工出差时 总是自己开车去机场 而且坐的是二等舱 那么是什么神奇的吸引力 竟然使这帮百万富翁 不是因为自己的经济的需要 而如此卖命的工作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完全超越了自我意识的团队意识 是忠于团队的意识 这种团队意识 已在微软公司员工中树立了起来 微软人认为 我们不属于自己 而是从属于某种特别的东西 微软这个团队 比尔盖兹说 这种企业文化营造了一种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 开阔性思维不断涌现 员工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我们微软公司所形成的氛围是 你不但拥有整个公司的全部资产 同时还拥有一个能使自己大显身手 发挥重要作用的小而精的班组或部门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 而能使这些主见变成现实的 则是微软这个团队 我的策略一向是 聘用有活力 创新精神的顶尖人才 然后把权力和责任连同资源 一并委托给他们 以便使他们出色地完成任务 这就是微软成功的秘密 是想一个团队中所有的成员都离心离德 都想着自己的利益 怎么能够形成合力呢 这样的团队还会有战斗力吗 这样的团队中 团队成员不但不能形成合力 反而会形成破坏力 所以一个具有战斗力的团队 成员之间 成员与团队之间 彼此间的信任 忠诚是至关重要的 宁愿失败 绝不失信 诚实守信是一个人取得成功最重要的资本 1986年 日本商人腾田接受美国油料公司制定 300万套餐具刀叉的合同 规定同年9月1日在芝加哥交货 他马上委托齐富县官司的业者制造 为不耽误交货日期 腾田要求制造商在8月1日由横滨出货 但制造商却一直延迟到8月27日才出货 这样一来除非空运 否则无法如期交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